What's up guys? 以往在使用Canon 如果想要選望遠變焦鏡 通常會選擇Canon 100-400 作為望遠拍攝首選 因為它的畫質優異 相較於其他大光圈的望遠鏡頭 重量都算是可以攜帶到了 RIA 無反鏡頭的時代 Canon 進一步將這樣的望遠變焦鏡 凝聚濃縮成類似這樣的體積 RIA 款的 100-400 體積重量、直徑都做了一定程度的凝縮 重量相當有感的差別 如果是使用無反鏡頭的EF 鏡頭 還是需要加上轉接環的長度 所以整體會更長一些 兩者明顯的差別是它的口徑 77 跟67 差別 100-400 EF 鏡頭所能提供給我們的光圈 是 4.5-5.6 的光圈 而我們 RF 版本就只能到 5.6 至 F8 囉 光圈如果到 8 的話 我們都會普遍認為它的對焦性能不太好 相反的 RF 無反的技術 對於這種小光圈的變焦鏡 它對焦性能完全改觀 它對焦非常的迅猛 而且對焦完全不深 我看到鏡身上有 RF 特有的控制環 在前端有金屬搖滑質感 整體鏡身質感的是塑料、塑膠 它有非常寬大的橡膠的變焦環 手感相當沉穩 對焦環的手感也非常滑順 在傳動起來呢 阻尼感非常的強 但是也不會有沉重感 是有一定的顆粒的感覺 就算可以進行焦距的切換設置 像這樣的焦距這也是雙手的穩穩的持握 同時接住EBF的輔助 排除掉任何手針的因素 那它實際拍起來怎麼樣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拿起2021年上市的新款 RF100-400 裝上機身朝身邊的事物試拍的時候 除了感嘆它整體搭配非常輕巧之外 最讓我訝異的是它的近射非常的近 小動物啊或是小事物呢 都可以拍攝的異常清晰 新款的無反相機的機身高感呢 也是可以值得進來 其實是F8在室內呢 適當拉高Isa 依然可以獲得非常穩定清晰的成像 大陸戶外呢 則是這顆望遠邊角的擅長的場景 現在呢 我們來到台南的市場 前往非常知名的台版亞馬遜叢林 User 隧道 Let's go 這顆深刻的高速對焦 非常清晰銳利的畫質 都讓我們對Canon這顆輕便的望遠邊角鏡 充滿新興了 雖然說它是比較偏預算取向的輕便望遠邊角 但是它其成像一點都不含糊 它整體的描寫 城市過度啊 微小細節的在線 色調的掌控 光學解析力啊 色彩的控制呢 都非常的出色 人群景色而講 就表達這樣的題材之後 是不會讓我們產生任何的擔心 很好帶給我們視覺印象的在線 而產生很多有趣的細節 跟我們詳細的玩味考究 這些紮實的成像呢 都讓人對新一代RF鏡頭的 鏡頭設計呢 充滿好感的 而光學鏡頭最好的優點 就是我們可以任意的去採取 想要看的過圖比例的色塊配置 將現實景物呢 區分成明顯的色塊 营造色塊跟色塊之間的 大小對比 綿對比 色彩對比 質感對比 用這種方式呢 去表達我們對於 躺景美感的理解 晶瑩剔透的綠葉 在水面上的倒影 以及遠處比較明亮的圓景 變繁雜之夜 在每一個色塊的不同大小的構成 換一個鏡頭 很容易達成 構圖比例上的變化 相較於標準鏡 或者是廣角 在營造大小的對比曲折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費勁的去移動 我們的腳步 去移動我們自身的觀點 Point of View 來達成幾何上色塊的變化 可是 外圓鏡頭呢 我們不需要移動太多 停頂需要在取景 構圖上 利用小畫面的採取 之間的移動 瞬間完成不同色塊比例的構成 單純呢 去擷取 景物的細節呢 對於外圓面膠的經驗 也是所謂的青藍 抽象畫面 沒感情的線哦 單純的就倒影鋪層 來做捕捉 推到四旁會變焦呢 對我們過圖的原則是一大利器呢 取過美景採取牆 當然植物格橫幅呢 就會在於我們個人的過圖需求 橫幅以美景拍完 瞬間我們指幅的來採取幾張板 隨便舒展左右對稱的鋪層 曲線啊 斜線的方式呈現水坡上動態線條 或者是垂直水坡線 再加點斜線邊框組合的幾何構成 以及深遠的場景中 我們看到綠色的不同層次 以及枝葉繁雜的線條 跟水坡梳理過後的垂直的幾何性形態 之間互相搭配的面積比例 這個是一百二四百 可以輕鬆拍攝的畫面哦 只要一支一百四百在手 隨時隨地呢 都可以將旅行中看到的精彩的美景 收錄在我們的記憶環中 像這樣的望遠變焦呢 有很強的鏡頭壓縮感 所以在使用新款的五款計程中 如果你開啟了全畫面對焦的話 它會很容易的去抓取畫面中 比較明顯 然後比較近的景物 可是如果你要拍攝的景物呢 是在比較遠的距離的時候 你需要從指定的對焦點 讓它對到你真的想要對焦的地方 再順利的完成拍攝 另外呢 比較明亮的地方的時候 不能夠完成E-Line 相機的背部的LCD 很有可能在太陽光下 LCD它的亮度很不夠 但是我們一定要適當的使用DVF 持握這樣的放遠變焦 即便到四百年都可以很穩定的構圖 再加上一把四百它的無言語氣搭手震 那我們在使用DVF 構圖的時候 感覺到畫面其實非常的平穩 沒有任何的晃動 可以讓我們安心構圖 按下快門 拍攝風景呢 即便拍攝我們現在 新的生命之樹的地景專制藝術 What's up guys 來看看這邊著名的生命之樹的relation 一旦可以在很遠處 獲得非常清晰成像 而這成像呢 以往是要在非常昂貴的邊焦鏡頭才看得到 可是現在呢 不到兩萬的一百到四百RF 一樣給我們特別猶豫的成像 當然使用RF100到400的用戶呢 肯定有很多的使用的情形呢 是要拍攝遠方的動物 那這一點RF100到400能不能勝任呢 主要是光線不是太灰暗 100到400讓我們有很多機會可以 拍攝到美麗的飛魚 跟遠方的動物的照片呢 這樣你愛查不要高於3200 這個全伏接機身呢 依然能提供你很好的成像 表現不雅於更高價的鏡頭 即便是拍攝路上的最後一輪 都可以穩定的介入門 非常清晰的成像 會不到的價格而言 我覺得RF100其實是無敵的 非常適合每一個想要嘗試 讓你們鏡頭畫面取景的攝影師呢 直接考慮一下鏡頭喔 OK, SEE YOU,BYE